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小偷子 下巴了 干嘛啦 下巴 你看 我的衣服 像什么样子呢 你的衣服有什么好看 你自己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这个柴啊 勾到我衣服 你看 勾成这个样子 还能穿吗 啊 我这个柴勾你的衣服 你自己看吧 我这衣服还剩衣服吗 啊 你看 怎么我觉得 啊 不对路啊 哎呀 哎呀 啊 香巴了 香巴了 你这么怂啊 我不怂你才过来的 你看一下 你把我的衣服 勾成像什么样子 你看 哎呀 美女啊 我脚在前面 我也没看到后面 如果真的是我高烂了 那我 跟你道歉了 对不起了啊 哎呀 哎呀 我打你两掌 两掌再跟你说道歉啊 哈 哎呀 你怎么可以 这么不讲道理啊 谁不讲道理啊 你跟我说一下 哎呀 美女 你不要冲动啊 要不要这样啊 啊 我家在前面那里不远 你跟我去我家 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我帮你缝一下 他什么玩笑啊 你还想吃我的豆腐 你还想吃 没有啊 我就说 我想把你的衣服帮你缝好就可以了 缝好 你看我的这个衣服都是缝过的也可以穿 你有毛病啊 我这衣服浪这么多缝好 能穿出去吗 现在穿出去间 不笑掉人家大牙才怪呢 狗看见都笑了 别说人 哎呀 行了行了 我看你这个衣服啊 也值不了多少点 我赔你二十块 你生气还是有毛病啊 赔我二十块钱啊 你打发乞丐是吗 那我买这个都是二十块的啊 难道你这件 你那个跟我这个能比的吗 我告诉你啊 这件衣服 可是我妈买给我的 我妈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妈买给我留念的 你就这样子够让我的衣服了 那你想怎么样啊 我这衣服跟你说是无价之保的 无价之保 那不是吗 我妈买给我的 你能被我妈送一件衣服给我吗 我不管你怎么说 赔钱 五千块钱 五千块啊 没有五千块钱 你就别想走 哎呀美女啊 你一看我这种款式 像拿得出五千块的人吗 你没钱是吧 不赔是吧 哎呀 你说一两百 我还可以接受五千块 啊 我做一年的赚不了五千块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赔给我都可以 你去买一件一模一样的给我 这一模一样的 哎呀美女啊你 一分都不用你赔 你啊 我跟你讲道理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是故意为难我吗 世界上哪里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哎呀 那没有你那你就赔钱啊 五千块 怎么可能啊美女啊 我啊 我买十年的衣服都花不了五千块 可能我买一辈子的衣服都花不了五千块 还花不了看你也不像 没有没有五千块 这没钱 哎哎哎我要乱摸啊 给他要不然我可以带手机你算 谁要你让手机啊 那我哪里有钱 没钱是吧 哎呀 这么多钱还没钱呢 这个是我养了一年的旧的 准备明天拿去银行存的 我告诉你 准备去老婆的 今天拍也得拍 不拍也得拍 反正我现在是缺钱用 我跟你说 缺钱用 你不用用这种方法来 讹我 我讹你吗 我讹你 我用衣服来讹你吗 我讹你 我也不是这样子讹啊 哎呀 这不是有钱了吗 你怎么好像算成我 今天卖租啊 干脑又五千块钱 我跟你说我是神帅吗 我还算得准啊 哎我算什么 我算你你单身吧 真是 不行 最多赔一千给你 不行 五千块钱 我这个可是啊 从来怎么娶老婆的 娶老婆啊 娶老婆啊 你没老婆啊 我哪里有老婆啊 哎呀 拍给我 不拍 我走了 哎 不拍是吧 不拍 哎 别想走啊我跟你说啊 这样子吧 我看你长得也不赖 你长得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妈临死之前交代过我 让我好好做人找一个男人嫁了 我找了这么久都没见过一个男人 你还这样还叫好好做人 是啊 像你这种人啊 眼纱让谁会看上你啊 哎 你不愿意是吧 你又不愿意做我男朋友 又不愿意赔钱给我是吧 就两条选择 你要赔五千块啊 我全部挣扎在这里 我赔了你 我怎么娶老婆啊 我哪里还有老婆本呢 你还想要娶老婆是吧 有没有人啊 有人分离啊 哎呀呀 我抓你去派出所 我让你一辈子都娶不了老婆 你怎么这么坏 我跟你说 你反正 现在你对我负责任 你不不娶我也要娶我 要么你就赔钱给我 要么呢 我这一辈子 我都不给你好过 我也不给你找老婆 我天天去你家闹 你这是啥賴皮啊 说白了我就傻賴皮 我跟你有仇吗 没有仇啊 我就要傻賴皮 我就看上你了 原来你是 啊 有败而来 是又怎么呢 你看 你在看我呢 感觉还不赖 娶你做老婆 我没有彩礼的 没有彩礼啊 谁 就这么多 谁啊 那你真的愿意娶我啊 哎呀 反正我一把年纪了啊 都30多了 反正也没有 那些媒婆介绍来那些 都是看到我没钱 也不喜欢我 真的 如果你不嫌弃我家里面 不嫌弃不嫌弃 真的 哎呦 看来我想这个办法 真的不错 真的看上我了 哎呦 哎呦 这样把这个衣服脱了 哎呦 看起来还挺顺眼的 哎呦 进进进进 那就先锁定了吗 那现在回家哦 嗯 回你家 好 以后这个钱就交给你保管了 嗯好 你一定要不能跑啊 不能骗我啊 不骗你的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呢 不打不闲事 一打就打上 哎呦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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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